昨天这微博上面又再一次爆出了猛料 一位女播音员是实名举报人大代表 据新华社新华视点微博消息 自称黑龙江双城市女记者王德春 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双城市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孙德江 称受到孙德江的要挟 要求与他保持不正当关系 王德春还举报孙德江存在以权谋私等行为 王德春在微博中写道 他因为采访与孙德江相识 孙曾经将他母亲办理成啤酒厂退休职工 此后孙德江就以此为借口要挟王德春与其发生关系 甚至在他怀孕七个月的时候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 与此同时孙德江多次利用职务之便 为多人办理退休手续从中收取好处费 据双城市有关单位核实 王德春孙德江确有其人 就在今天下 今天上午双城市有关部门召开了紧急会议 决定由纪检委成立调查组查清事实真相 要是情况属实的话 这个货绝对是个一关